就兩個大男人 然後大概就這個 足了兩三百人份的中餐的部分 那時候其實弄得滿身大汗 然後還是弄得這個手忙腳亂的就對了 在剛開始創業的時候 我都記得一大早 可能這個六點半七點 就要到學校門口發DN 那時候學生也不多 所以自己要開著車 然後接送學生 那甚至就是說就兩個大男人 然後大概就這個 足了兩三百人份的中餐的部分 那時候其實弄得滿身大汗 然後還是弄得這個手忙腳亂的就對了 大家都知道 山崇其實很多都屬於外來的這個人口 來這邊打拚的一個地方 基本上呢 那群學生其實程度不是很好 大概就所謂的B段班 C段班之類 家庭經濟並不是很好 那父母的教育水平也不高 所以只能把他送到補習班 那怎麼辦 我就跟家長承諾說 他們都留下來讀書的部分 所以他們常常就是 在禮拜一到禮拜五 其實他們常常就是在補習班 念書大概念到一兩點 我再送他們回去 後來這群學生其實也很爭氣 這一二十個學生 其實大概有百分之七八十 其實大部分都考上公立的學校就對了 我們家境也並不是很富裕 我的爸爸明念過書 媽媽勉強小學畢業 唯有教育 才能造成所謂的階級流動的部分 那時候其實也去念個管理碩士 那也念了中等教育學程 那後來比較特別 就像你剛剛提到的 就是說為什麼會去念一個 心理諮商的碩士 小朋友過動啊 或者ADHD啊 注意力不集中等等之類的部分 那後來其實念了這個諮商的碩士 那這樣的一個專業訓練下來 其實這一二十年來 其實我覺得對我的幫助很大 同事他們過去可能 幼保只有這個高中職畢業 那我希望鼓勵他們能夠精進 所以念大學 大概每年吧 大概應該都有八到十位的夥伴進修 那公司其實都有提供預知的部分 然後讓他們來完成 他們想完成的一個學歷的部分 就對了 一二三 跳跳跳 我為什麼去跑馬拉松 為什麼去這個騎腳踏車等等之類 其實我希望影響到我周遭的夥伴們 抱42公里其實那一天很熱很熱 就是我剛好就是買了一雙新的跑鞋 我想說穿穿看 結果哪知道大概跑到一半 我腳很痛 一脫的時候才發現 哇那個整個破皮還流血 甚至我們同事跟我講說 另外一個同事放棄了 他們要騙我 那我就說沒有我還是要跑 在跑馬拉松的過程 每個地方不一樣 就是有上上下下 就像你在帶每個學生一樣 不同的方法等等之類 你可能會遇到挫折 你可能腳痠 你可能破皮 就像帶學生如此 就像我們在做教育一樣 其實我們在帶著學生 其實是慢慢累積的 他絕對沒有辦法一蹴可蹟的 我們在帶著學生 加油